中央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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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入選中央隊 很興奮 我以為我在做夢嘛 那是夢想嘛 滿場的觀眾就 每天都會在腦海裡想 第一次穿上中央隊的帳袍 那種感覺是 沒有過於 開心是會開心 可是壓力會比較大 我覺得這次在台灣打 比在國外打 還要更強要拿到棒球 2013IBF世界青棒錦標賽 8月30號即將在台中開打 而這也是此項賽事 第三次在台灣舉辦 而今年以平鎮高中棒球隊為主 所組成的中央隊 從7月中就展開密集的訓練 希望將團隊默契和比賽狀態 都調整到最好 一倍戰即將到來的 世界青棒賽 其實我會比較請客 就是說對團隊的相信力 因為棒球運動不是打一個人 是打團隊 也就是說這叫贏球的氣氛 所以每一個小朋友 都是一個螺絲釘 你每一個螺絲釘手緊的話 我想這個球隊 整個比賽的那個過程 就會很OK 團隊精神是態度的最好展現 而凝聚全隊向心力的關鍵 當然就是身為精神領袖的 隊長楊家維 還蠻挺我的 教練跟我講 然後我在跟他們溝通 然後教他們要怎麼做 然後他們都挺進去 不會說反駁 因為楊家維平常是很搞笑 所以大家都很好 現在還不錯 他很照顧 對啊 我明天照顧他 我明天給他挑 中華隊的隊長楊家維 是2012年世界青棒的國手 不論在經驗 心理素質 和技術上 都受到教練的肯定 因此也賦予他 真心棒次的角色 我說以目前他的狀況 他的擊球力 命中的擊球力 是蠻高的 而且打心著球 的一個方向 球主也都算 裡面是算最好的 打拳 天才型的選手 不會正常 好 要上了 要欺負一下 你們 經過兩場跟文化大學的練習賽 我們稍微有做調整 那現在第三棒可能就是 陳成語 第四棒就是楊家維 第五棒就是陳子豪 這個三四五 我們目前是設定的 這三個人來擔當這個 這個大人 壓力還蠻大的 其實膽子沒有做好 這樣很難跟他們溝通 我覺得棒次不是問題 既然都排下去就表現最好的 教練信任你 那也沒什麼好拍 會有壓力 大家一定會說 你是成長的哥哥一定會比較厲害 都是不想辦法補信出來 因為既期待又怕錯方案的人 因為畢竟國際賽的髮力 跟西班牌的髮力又不一樣 所以會比較緊張 來自高運工商的好朋友 陳子豪和梁家榮 分別在今年玉山杯拿到了打擊獎 和最佳三雷手的獎項 也同樣在職棒四年 季中高中生選秀會上 被兄弟像和喇咪哥桃園選中 而在這一次中華隊中 教練團也安排陳子豪和梁家榮 負責第五棒和第六棒的角色 希望打擊上有所發揮 並且創民活力 目前如果說以整體上 這個族地應該是說 首隊用以攻擊 因為目前發覺到就是說 在投手的陣容 跟首隊這一塊 是比較讓我們教練團員 不會那麼乾淨 在這一次入選中華隊的 八名投手中 有五名右頭 三名左頭 而投手群裡面 除了來自屏中的陳韻文之外 其他七位投手都曾經穿上 中華隊的戰袍 其實我們目前有設定到 四個先發投手 那這四個先發就是 林正賢 江陳彥 杜嘉明 林子威 這四個 那兩個中記就是陳彥文 楊耀逸 那後面兩個close的就是 王政堂跟宋文華 而在這一次釋青投手中 身分最特別的就是 剛以三百萬簽約金加盟統一師 成為第一位 透過中職高中生選秀櫃 而簽約的球員江陳彥 除此之外 在今年玉山杯 幫助平鎮獨冠的三大王牌 林正賢 杜嘉明 宋文華 更是扛起這一次 征華隊主力的一大關鍵 他叫我是林正賢 來自林正高中 首位位置投手 最快球數143 拿手球入變速球 在2012年 就是世青國手的林正賢 是102年玉山杯的 最佳先發投手 更是這一次 征華隊一號的王牌投手 林正賢他的特色就是 他的投球的直球跟變化球 讓打者不容易試破 沒有什麼破綻 可能對打者來說的話 他們比較不容易 看出他的罩門 對啊 左投手 要求滿足的 難打 打不著好像 打不著好像 那球滿吸力的 就是會撞彎的 很痛 而另外一位 平鎮的先發投手 杜嘉明 則是第四次代表台灣 參加國際賽 沉穩及能夠隨機應變的能力 被教練誉為智慧型的投手 但是如果要說到這一次 世界青棒比賽最受瞩目的一位投手 當然就是在2009年 威廉波特上方 名戰成名 並且擔任這一次 軍華隊close角色的 宋文華了 宋文華可能就是我們 這個很需要 依賴的一個後援投手 他的速度夠 而且他的球指相當 相當重 對方在他的手上 應該不太容易造成長打 他的七球 他的七球相當好 而且他能夠把七球投成 大七 中七 跟小七 所以大家 可能在注意他的直球的時候 他的七球會可以有很大的作用上 特質就 他心臟滿大的 大顆 然後球質也滿重 但他速球都不威力 所以我覺得好像有 149公里 我覺得氣勢還滿重要的 如果氣勢夠的話 怎麼投打者都會怕 全力投啊 讓他們打不到這樣 不會怕嗎 不會怕啊 會不會怕都還是要投啊 就不要想太多 除了能夠標出快速球的 盛文華 中華隊兩位擔任中繼角色的 楊宥毅還有陳韻文 也都是屬於速球型的投手 陳韻文的話 我們比較喜歡他的直球的速度 但是我們也比較擔心他的控制能力 那顆直插球 很強 從那個投球球一半就掉下來了 他的球速很快啊 146啊 146啊 148啊 還滿難打的 就有體力 應該說投球的那個吧 速度吧 就覺得 就 感覺滿有違進的 楊宥毅的話 他的機動性其實比較 比較多啦 他的可能 可能要使用到 他的長中劑 或者是說機動性的 對付一個打者 或是一個 一個出擊速這一類的 他的機動性會比較高 在這一次世界輕棒賽中 強國雲擊 除了有亞洲強國 日本韓國之外 還有美國 古巴等勁敵 而其他國家的實力 也不容忽視 因此如何降低失分 並且展現投手的扣球 以及壓制力 就成為勝負的重大關鍵 我覺得 已經選擇棒球這條路 就不要那麼輕易放棄了 精最大的能力 輕易表現吧 對手 我覺得不重要 就是一場一場把它拿下來 這才是重點 中華球必須要更有刺激 的局面對每場比賽 然後把第一場做第一次更強 這個機會表現給全台灣的人看到 出名要對這時候 你不要冠軍吧 對啊 把冠軍留在台灣 世界輕棒錦標賽 除了是代表國家的一種榮譽之外 也是這些選手 證明自我挑戰夢想的最佳回徑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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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